这最像贺岗村三菱新贺路散居市的聚落 到现在还没有铺设支台水 民生用水安全堪率 村长和地方的谜代表经过陈群提案 立委政天才高度关注 上午特别会同了村长 乡民代表还有台水预理服务处的气势 挨家爱护为住户来量身打造设计 希望能够尽快解决民众的民生用水问题 常年缺水且饱受民生用水是否安全威胁的住户 在立委政天才村长于新德及乡代表林玉芬的陪同下 和自来水公司济世人员说明讨论自来水管线 水表等设备的配置 水表后面你要怎么牵到水边里 如果说水表方这边那个没有问题 我猜就要 这个应该 应该 日之乡贺岗村第三林新贺路这一区块 散居市的住户聚落 设置自来水经费用地及工程皆属高难度 但是相代表林玉芬村长于新德不放弃 积极提案陈勤 立委政天才也高度关注 今天上午就特别会同台水共同会看 每一个村民都很稀有这个水 因为从头到现在都没有水 很热意有自来水 对对对 那村民有没有很开心 有都很开心 我们的村民每一个都很开心 很配合工程人员自来水 来去勘察这块的土地 这块的水盐 由立委政天才最后的林门一脚台水域营运处也积极办理规划 在取得住户的共识与配合下 也将共同努力向上提报争取设置补助经费 从头开始全程投入争取的相代表林玉芬 对多年来的争取与努力 现在终于露出曙光 更是万分感激各级单位的支持 以及住户的配合 目前要感谢县政府 就是说在陆秀费的部分 免收陆秀费 感谢我们相公所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经费就省下来了 所以目前出估 出估了 因为他们还在仔细在算 应该是600多万 那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600多万是只有到1.1K 那我们往下还有在2点多K的时候 还有几户人家 那目前我们也在核算说 是不是能够也把他们纳进来 那经费能够容许之下 也把这几户 整条线的住户都能够纳进来 新贺路有超过10多位住户 都乐见自来水系统的建制计划成型 村长于欣德指出 鹤岗村就剩下北岗部分地区民生用水问题 待解决 也期盼相关单位重视 记者石玉兰 瑞瑞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